你今天加班了嗎? 辛苦你們了 那趕快好好回家休息 然後睡個好覺 讓我們就學學跟 sleep 有關的單字吧 第一個 good sleep 那good就是好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睡得很好 你就可以說 good sleep 那相反的不好 bad 那bad sleep 當然就是睡得不好的意思囉 I had a very good sleep last night 我昨天睡得超好 第二個 sleep like a log 那log 它就是木頭的意思 所以你就想 sleep 睡的 那那個like it 就是它是比較像是說像是什麼 所以你就想你睡得像一個木頭一樣 那你當然就是睡死啦 那接下來呢 跟它有關聯的 我們可以說 deep sleeper 為什麼呢 因為 deep 就是很深的意思 那 sleep 是睡覺 加上 er 變成做那件事情的人 所以睡覺的人 sleeper 所以睡得很熟的人 deep sleeper 那接下來連帶講到我們第三個 那第三個就是熟睡的人的相反 light sleeper 那deep 是很深 那light 是很淺 所以很淺棉的人 我們就可以直接說 light sleeper I slept like a log last night 然後 in 你就往裡面睡吧 你就睡下去吧 那就一直一直睡下去吧 那就是睡到爽 sleep in I'm so freaking tired I'm just glad I get to sleep in this weekend 我真的快累死了 真的很高興 我這週末 我終於可以睡到爽了 第五個 sleep over 那 sleep over 就是去別人家睡一晚 或是你過來我這邊睡一晚 然後因為 over 就有個來來來過來 跨過去的意思 所以你到別人家去睡 sleep over 就可以囉 My friend is sleeping over at my place tonight 我朋友今天晚上要來我家過夜